最难打破的田径世界纪录有哪些 女子100米纪录 是美国选手花蝴蝶乔伊娜 1988年全美奥运选拔赛创造的 10秒49 乔伊娜去世了24年 纪录还没被打破 近30年 对她的世界纪录产生威胁的 也只有2021年汤姆森在钻石联赛 游金战的10秒54 美女如云的跳高项目的纪录 是保加利亚选手科斯塔尼诺娃 1987年罗马市领赛创造的 2米09 距今已经35年 后背多次冲击该记录均无果 最近的成绩是同国选手弗拉西奇 2009年在萨格勒布大奖赛创造的 2米08 近10年来 2米05已经成为天花板 女子800米可谓是最古老的世界纪录了 是杰克运动员克拉托赫维洛娃 1983年 慕尼黑市井赛创造的 1分53秒28 距今已经39年 目前还没有选手能打开1分54秒大关 但是她的纪录始终存在争议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为什么吗 提到世界纪录 不得不提到博尔特的100米 9秒58 这个纪录在人类极限边缘疯狂试探 若以后没有第二个闪脸出现 这个纪录是要尘封几十年了 男子标枪世界纪录104.8米 由德国名将乌恩1984年 奥林匹克日创造 因这个纪录太过可怕 导致国际田连将标枪重心前移40米 因为规则的变更 该纪录已被列为永久世界纪录 怕是永远无法被打破了 你心目中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各书几件